国内的疫情严峻 疫调发现 确诊者八成的足迹都聚集在市场 为了避免人潮聚集 包括了基隆、台中以及高雄 都宣导传统市场采购分流 也就是身份证尾数单号的民众 可以在每周三、周五以及周日进出市场 尾数雙號的民众 則是在周二、周四、周六 來進出市場 要民眾一次買足一周的量 降低接觸的感染風險 里長在市場裡面來回宣導 要大家把口罩戴好 買完菜趕快回家不要逗留 警察也加入宣導 就是希望不要太多人聚集在市場 引發群聚傳染風險 我們現在來到臺北市 濱江裹在市場旁邊 巷子裡面的市場裡面 我們會看到街上的人 還是相當的多 不過在地的里長 告訴我們像受到疫情的影響 今天消費者確實少了一些 除了口罩戴好 還有人準備塑膠面罩 回家後防疫消毒也不可少 另外民眾在傳統市場都是用現金 有攤商特別準備酒精 除了自己找完錢可以噴 也會貼心幫客人消毒 市場傳統市場有一定的風險程度 像是基隆七堵最大的傳統市場 南新市場 之前就是因為疫情休止 三十號星期日恢復營業第一天 基隆市場也特別來著作證 除了依照身分證號碼最後一碼 把單雙數做人流管制 還有QR-Core試鏈制 我們會觀察一到兩天 如果大家沒有辦法自主管理 自主分流的話 我們會採取強制執行的一個方式 友誼市分析 傳統市場除了人潮過多 以及彼此談話距離太近 現金交易早前也是一大穿來風險 只差有交易 如果是沒有好好洗手 管控 那麼可能差別上帶有這個病毒 也能夠造成一些接觸 對於市場買菜可能的傳染風險 台北市場柯文哲宣布 將從有自治會的市場 開始試辦停攤 也就是攤商輪流擺攤 希望將每天的攤商數 減少四分之一以上 另外希望所有市民 將一週去市場的次數降到兩次 少去多買 希望透過減少市場 輪流量 但如果試辦成效不佳 將會考慮改為強制的命令 執行之下防疫措施 記者 張智雄 陳柏玉 臺北基隆綜合報導